华山基金会在今年付钱座 用心几位节奏庆祝华东 向独家的阿公阿嬷 度过节奏特别的节奏 节奏有在备合逃早在 上海幼稚红基本的幸福老爸爸节华东 总共要车到中间十位 华山基金会 学乎的独家老爸爸 含三十位幼稚红的小孩 做回来跳舞 出击两歌 欢迎到付钱座 上海幼稚红表演最棒的老爸 认识独家老爸爸 华山基金会当事长廖建伦 二十位幼稚红 中备代表定学校 当你收车小朋友 做回平大出爸爸快乐 二十位幼稚红的表现 感谢华山基金会 一直在地照顾老人 尤其孤诺这帝非常用心 就让天下稍微付钱付钱这块咯 整个艺术箱呢 每一百个人就有二十八个是老人 那也因为这个老人 老人派的人口非常多 所以工家的地道其实还是不太多的 那也非常感谢华山基金会 一直以来在这个照顾老人家这一块 尤其是老人这块非常感兴趣 所以非常非常的谢谢 这一个各位呢 这个社会的善心人士 借着华山 让我们有这个机会 服务在场的这些老子 那这些老子呢 就是我们心中的那一块 就是我们心中的那一块 软的软土地 我们最希望他们就是快乐 新海幽黎峰逢兆书营节 当年来关注华山六四老年的候補 提供幽黎峰兆地来基盤活动 并安排三十位小朋友的舞蹈表演 跟老爸爸共同创作催末化 等欢庆父亲节 因为要让阿公一个很难忘的父亲节 因为以往我们小朋友有很少这个机会 叫阿公互动 那今天这个机会非常的难得 希望今天阿公和小朋友互动 我们的家庭里面阿公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 然后呢跟着他们的互动 也是需要再学习 华山基金会并持结合本乡本土的爱心 照顾本乡本土的老年理念 免费提供三室 失灵、失忆、失忆、失敌 中备的关怀方式 无主协作 台湾书母的交替互母 在台面中有钱出钱有来出来 一同修好在地高楼 现在进行爱老年中秋两期来 公业务动 接近要请支持尚爱高家因为无利 今年合部兼费每个月1,250块 建策保理争每张6,000块 为六岁中备提供 稳定的交替合部 世心社会民众 李甲乡彩虹 彩虹 伯德 为配合嘉义市铁路高架化 跨越北新路桥段的施工 将于113年7月29日上午9点 开始实施交通维持措施 施工工期约需152天 预计将至113年12月27日止 这段期间将有14个不连续工作天 采取夜间封闭路桥方式进行 实施时段将于晚间9点 至隔日上午6点 封闭北新路桥 北新路桥夜间封闭期间 请依照指挥人员引导 配合公区交通维持设施 及交通标志排面指引 提早改道 改由文化路地下道 或嘉雄路桥通行 此外请特别留意哦 北新路桥跨越桥施工限高3.8公尺 请高度3.8公尺以上的大型车辆配合 依公区交通维持设施 及交通标志排面指引 改由文化路或博爱路桥通行 后续跨越三座博爱路桥 垂洋大桥 以及嘉雄路桥之施工方式 也将采取相同模式 敬请市民朋友配合 造成不变之处 敬请见谅